看烟了 买烟的 来 我看看就是什么烟 二十世纪初起 被称为东方巴黎的上海 军阀割据 列强航行 各方势力汇聚于此 在这乱世之中 未知的危险 正遗漫在整个渡口 坐车吗 不坐车 坐船 春风绿江岸 钟声邀客船 目标的船已经靠岸了 它身上有一份机密文件 对咱们机察队十分不利 目标什么特征 目标身高一米六 到两米之间 性别难 或者女 不是 你等一会儿 你等一会儿 不知道不用声边 我怎么不知道啊 他给的消息就是很笼统 白衬衣 紫胸针 粉色蝴蝶结箱子 你说笼统不笼统 你说你有病没有病 怎么跟上级说话呢 纳闷你怎么当着上级的 我二舅是咱们鸡茶的 你管着吗你 干好自己的活 一会儿目标出现之后 想办法让他上你的黄包车 只要把他拉出渡口 我们的人就做掉他 明白 记住 这次的任务 千万不要暴露身份 要低调 收到 我走了 我整个渡口你最高调 什么事 师傅 罗兰饭店走 刘思维 是你吗 刘思维 你认错人了 朱小姐 不好意思啊 我认错人了 你知道我姓朱 你认错朱了 刘小姐 不是 你别装了 这两年你去哪儿了 这两年我 当初 咱俩约好在这个渡口 一起坐船去南洋读书 是 结果你不仅没来 还人间蒸发了 到底为什么 我现在没法跟你解释 你不用跟我解释 亏我这两年一直都在想你 我想你家是不是发生变故了 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 我没有 是不是高位结瘫 小脑萎缩 发际线突然后移 不好意思见我了 你想我点好呢 但我没想到 你竟然成为了一个 立功 一想到这些我的心呢 他就 舒服了 不 不 不 其实我是 嗯 我是一个 嗯嗯嗯 我是把这个行业垄断了 现在不叫黄包车了 叫刘包车 行 刘师傅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不得照顾照顾你生意吗 去罗兰饭店多少钱 一万大洋 你穷疯了 刘包车就这架 坐不起你别坐 赶紧下来了 行 你不送我自然有人送 再见 白衬衣子凶针 等一下 干嘛 粉色蝴蝶结皮箱 怎么会是他 不是你有事没事 没事我走了 喂 干啥呀 白衬 我没碰他呀 不是 冲过来何人呢我天 不是 你到底想干嘛呀 我还没想好呢 嗯 我就是有点滴血糖了 你不起这么大份很难滴血糖 那什么 那边有卖糖的 你给我买一块呗 行 等着 那边不是卖糖 刘思维 人可以穷但不能偷啊 你把我箱子给我拿 你把我箱子给我拿 你把我拿 你这箱子太丑了 搭不上你 我给你扔了吗 买个新的 那我里边东西呢 这里有东西啊 那我是代购啊 我拿个空箱的 你赶紧给我 你给他倒一下 两年没见了 你不想知道 我最近在忙什么吗 你不拉黄包车呢吗 那是我的副业 阿姨 我的主业是 踢球 不是 远摩 你别踢那玩 没有前途 刚才那个是不是目标 再这么翻下去 你就成目标了 那不是目标 你这磨叽什么呢 你 那工作时间 你怎么老跟美女搭讪呢 美女 她美吗 我觉得一般啊 干嘛呢你 不是 现在目标找不着 你知不知道 那任务取消了吧 咱俩谁是谁上级 咱俩你是我上级 你少废话 你自个儿动动脑子 目标的船是从南洋开过来的 身上肯定有不少的洋玩意儿 你可以找一找 谁越是洋气 就越有可能 是目标 洋气 还好你给我磕坏了 这位是 我是谁不重要 他说你长得一般 不然你都会了 你这个鬼 两年没见你 对一个路人就骂我是吗 不是不是 行 哦 我承认我长得一般 但我 气质还可以吧 今天在船上的时候 可是有好几个阿姨说我洋气呢 洋气 你堆土了 路人都不找了 贴脸嘛 是吧 我哪不洋气了 我就拿这手帕来说 被我这么一窝 多洋气 好洋气的手帕呀 我喜欢你送给我吧 你用手帕 行 那你喜欢就送你了 反正我还有洋气的太阳镜 哎呀 太阳镜我也喜欢 送给我吧 那我还有洋气的帽子 我喜欢 洋气的衣服 我喜欢 洋气的裙子 我喜欢 这两年 我变化挺大的 好 实话说 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 觉得挺洋气的 但怎么到你身上 总感觉洋气不足呢 没事 没事 喜欢送你了 我赶时间 我走了啊 不 不行 你现在还不能出去 为什么呀 除非 你把你的衬衫 胸针 皮箱都给我 我明白了 你根本不是个黄包车夫 你存药放的耶你是 不是我要的 我来啦 你不能上他车 兄弟 你生抢啊 过来来 这给你 这活我拉了 不是 那我拉什么呀 你拉这个 这 我 这个 还有这个 都拉走 我拉哪儿去啊 你绕北京城转一圈就行 这里是散开好吧 谢谢 来 都给你 走 行 好吗 快乐斯伟 你把他弄走了 那谁送我呀 你先把箱子给我 我送你 来 你送我 上车 行 等一下 等一下 干嘛 等一下 来 把我这衣服穿上 啥意思啊 我拉车呀 不是 我拉得比较快 我怕你着凉嘛 快上车 行 罗兰饭店啊 坐稳了啊 走了 应该来得及 还试试个方向 拉过呢在这儿啊 我热个车 我热个车 行 你慢慢热 慢慢热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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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包车 来喽 该 走 得嘞 去你的吧 没听说过 刘四伟 刘四伟啊 你这两年还学会说像声呢是吧 我给你来一段啊 大主板 那我不想听 不想听啊 不是你干啥呀 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了 你是不是就舍不得我走啊 我是 你不是你在这儿 那 那你两年前想什么了 我想你啊 我想你一个人在国外 是不是很孤单 是不是吃不惯那边的东西 是不是每天都想家 偷偷躲在杯窝里哭 是 每次想到这里 我的心呢 就舒服了 刘四伟 你抱我心太强了 还行还行还行 黄包车 你快点 我现在就要上车 真坐呀 哎呀你赶紧 你再问你 大哥 你这就有点抽象了吧 你是跑得太快 车没跟上吗 不是 我听说这儿一叫黄包车 直接给钱 来 给钱 赶紧走 刘师傅 这趟活 还是我拉吧 你拉不了我 你就两根棍儿 咱俩滑雪 去呀 我用他的车拉 这 上车吧 朱小姐 朱小姐 她是 她是 留包车的车管 上车 明白了 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们谁送都是一样的对吧 是 走吧师傅 邓医生 我有东西要送给你 不是都这会儿了 你还真是个情主 你送他什么也没用 再说了一会儿上边 你送我的呀 啊 宣布大哥 用人带伪劲品 什么 伪劲品 出来 不是 什么伪劲品 我不是 包打开 我有手榴弹 还穿成穿 我不是 喜欢盘手榴弹是吗 我没有 别走呀 东西没收了 哎大哥大哥 人不抓吗 抓什么人 我只抓乱挡 耽误功夫 啊 刘思维 大哥 到那边 记得给乱挡带好啊 乱挡 你乱挡啊 我不是 你不是什么 手什么手 动什么都 我没动 挡 挡什么挡 好 抓住一个手动挡 挡 哪个挡 都别动 你又是谁呀 问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谁呀 刘思维 你死定了 29 本来我不想在这渡口动手 没想到咱鸡茶队出了个叛徒 给我收 好 没气 没事 别怕啊 好 你别乱来 永春 刘思维 你肉活啊 枪啊 我没枪 接着 辣椒水 这能好使吗 一般 那我就不怕了 你躲就要 好反劲啊 哎呀我去啊 我躲一边儿去 上 我躲 给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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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二兄 我抓住他了 你们这帮废 够走 伟统 统统 统统 这边 哪儿跑 行了 都给我去死吧 二舅 你干啥 这帮人才都是从哪儿引进的 都是一些本地的大聪明 时间还来得及我得走了 那等一下 你现在还不能走 你已经暴露了 你起来 我有东西要送 我帮你送 有船来了 快 上船 离开这儿 太危险了 我能相信你吗 两年前 我没得选 现在 你没得选 别跑 他们在这儿呢 快走 快走上船 相信我 好 思维 我们还会再见吗 会 保重 保重 别动 好 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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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满烟吗 不要 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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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坐车吗 我不坐 那你是要买我帽子啊 不买 那你唇调戏我一下啊 你又认错猪了 刘小姐 是你吗 是你吗 说谁是猪呢 坐车吗 坐的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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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思维 有於 18可了快乐 我们给这个作品投票 三 二 一 来 请票 上大伙了啊 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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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欢迎刘思维 杜美纪 十面场题 欢迎 还有天赋 好 欢迎大家 欢迎各位大片的主演 你们现在很像首映李 被请到屏幕前的那种感觉 来 说说吧 大家好 我是刘思维 大家好 我是朱美纪 我们是思念成吉 来 那三个反变人物 也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是刘洋 我是松天硕 我是王建华 我们喜团是 时尚无难事 谢谢 这是个大片 没有 这个其实很要感谢我们的团长 那天他看我们排练的时候 他就说 这个一起幕的时候 那个气笛声一响 一定得是一个那种有视景感的那种 我们还要了一个烟机 不知道能看见吗 就是硝烟弥漫 都是在奄奄之中 然后打的那个光 然后觉得这个大场面 之前就是我俩 这得多花多少钱 不是 我是说 这还是很有匠心的 对 来吧 说说这个作品怎么来的 我们俩想做这么一个故事 但前期创作的时候 就遇到了很大的bug 故事怎么在下故事 真的是啥感觉 带着各位都有责任 发现里面的电影 都有责任 都有责任 这个游戏就搞变变了 我们就听了刘洋的建议 不要卡在游戏点上 然后让我们继续地退包袱 但是没想到 刘洋就是在我们那个 小框架的基础上 连夜写了一版 非常完整的剧本 他真能写 他太能写了 是不是生成的 他是不是放到哪个 AI里面生成的 就是他不懂 反正我们也不懂 我们就在那好好好 在这儿要特别感谢 刘洋老师 救了我们这个本一遍 当时也是两个演员 然后很绝望 当时因为我孩子刚出生 然后我还是在医院里面 然后父爱很泛滥 然后趁着这个劲 然后就写了一版 然后当时说实话 写这个的时候 自己有点进入心流那个状态 然后我发给两个演员 我说这个本子一定能成 我说第一句话就有质感 叫《春风绿江岸终生幽客传》 刘四位第一天展演 《东风绿岸旁》 就是说一个字也没对是吗 一个字也没对 我蒙了 孙天硕也蒙了 孙天硕等等改戏了 不跟我接头了 《春风绿岸旁》 《春风绿江岸终生幽客传》 然后上来 我本上写的要到光明书店 每集一上来 师傅 郑阳书局去吗 我说屁老师 我说谁改的本啊就是 不是 刘洋 你刚才说的这个很精彩 但跟你刚生儿子有毛线关系 刚生儿子有毛线关系 张雨季老师 带你们收获了几张加写 谢谢 谢谢 有关系 大喜的事情肯定有关系 谢谢雨晴老师 雨晴您 怎么感动你了 你就直接给了喜上加写了 这么不靠谱 这一群人都能把戏得这么好 太厉害了这人 就是很佩服 敬佩 对 但该说不说 我刚才就整个表演过程当中 我跟博哥在这儿再偷偷说 思维真是好演员 就全场过程 他不刻意演喜剧 对 但是他就好好演 演准确了 各方面就都对 然后每集尺寸特别准 所有的包袱尺寸 节奏 持集顿挫的感觉特别好 这个是特别难得 就是刚才东哥说那尺寸 你的节奏 跟一般女同志抖包 我的节奏不一样 你比她们快 就是在观众 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而且刚刚要反应的时候 你当就给出去了 不是这个汤 我觉得朱美吉的尺寸 比音频老师好得多你知道 是 就你这些尺寸 就稍微晚了一点 美吉特别好 特别好 比上次演的都好 他们两个 是 是 但思维它好在哪儿 你不要任何光环 你把整个的戏 都给它融在一起了 我觉得这是你一个演员 一个是高素质演员 一个是高素质演员 谢谢 谢谢 我觉得表演很好 男生女生演得都好 配角演得也好 笑料都有 然后那个情感也有 嗯 走了 拍一下吧 表演 谢谢秦阳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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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这个组合真的挺好 就思维 他作为一个喜剧演员 他形象太高配了 哎 怎么 说什么呢 老师 老师 不知道你在说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们觉得他太帅了 这系列啊 会觉得喜剧演员 他觉得吃亏吗 还是什么 嗯 你觉得呢 我没 我还真没觉得 我还就真的觉得 喜剧就应该这么演 哎 就喜剧啊 做一个演员来说 演喜剧应该这么演 那很多比如说像 比如说像 我看说 对 对 就很多 他本身的 本身的素质 就本身 本身的缺点 不是 本身的优势 老天爷赏饭 和祖师爷赏饭的区别 哦 你知道吗 他是属于祖师爷赏饭的 就他可能没有先天的老天爷给他那个 一看了就笑 但他这后天就是用过自己的这个东西出来的 是祖师爷赏饭 我觉得他没没没问题 啊 哎 比如说这个 这个分类方法真的就很那什么 那你说伯哥是哪位爷赏的饭呢 我是虎师娘赏饭 这反应太快了 来吧 来吧 我们看看分数 看看分数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作品的观众 投票 哦 是肯定的哦 哦 哦 kiem彻达 啊 哎呦 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导师投票 差了万了 两万零一百票 好 恭喜 谢谢 感谢 这个钱花得值了 祝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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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拜拜 恭喜 太棒了 上一次我们拿了八千九 然后说这次拿九千 然后拿老师五票 结果拿到了老师七票 多两票 你还要拿到老师七票 多两票 算了 梦想撑着 好啊 下午 开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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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